高尚中国国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9号亲自主持全新兵种信息支援部队成立 耗大喜功背后却被点评 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政治整肃 专家指出习近平为了整肃部队人马 2015年成立战略支援部队 未料不到10年传出原司令据前身 因为不满习近平管理模式 遭到当局以反贪腐名义清算 这次信息支援部队司令 由前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避议任职 也代表据前身变相丢官 学者分析中共将主战区级战略支援部队 改组为三个副战区级单位 并由中央军委主席直接管理 这代表习近平不仅能够亲自指挥部队 朝实战靠拢也能够同时监控下属忠诚度 要坚决听党指挥 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忠诚 纯洁可靠 习近平自自继续透露极权野心 虽然简化原战略支援部队职责 但华丽浮夸的此早背后 实际功用为何 外界仍如物理看花 信息支援部队是全新打造的战略性兵种 是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 专家指出习家军身份不再是免死金牌 习近平亲自为信息支援部队揭牌 光鲜亮丽的笑容背后 难以掩盖中共军队的权力斗争 越演越烈 三地新闻 谢天后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